好,Thomas,你认不认同国家统计局的说法? 有明显改善,现在的经济景气是否大家看到一个拐点或者转向的情况? 跟市场预期的好一点 好一点 因为比市场预期好,所以A股也好,或者港股也好 都是稍微有提振的状况 事实上,因为很难量化 到底47%和49%是相差的 对于实际的经济效益是有多少 但基本上有一个升的状况 再配合现在一连串的稳经济的措施 市场都会衷勁下个月再公布数据的时候 应该可以重上50%以上 所以按照这个向导来看 都对于中港股市会稍微有刺激的作用 但也要留意通常这些消息未必可以持续很久 始终都是要后续会不会有一些国策方面的配合 才可以带动市场有一个比较强势的表现 所以暂时去看的时候 今日恒指可能都是偏向上在21,000点这些位置 就是徘徊的状况 未必适宜太大的冲径有很大的强势表现 我相信如果今天升的话 可能最多都是去到21,300点附近 阻力已经会比较大一些 而暂时预计的波幅区间 可能都是21,000点去到21,200点的机会 就会比较大一些 嗯 好啊